接下来呢 走进我们节目的是一个大美女啊 她曾经在这里呢 牵手了她的幸福 到底是谁呢 咱们掌声有请 哇 您好 您好 吴孙老师 您好 这怎么就一个人就来了呀 袁打钻我和袁玉生一起来 但是她工作挺忙的 完了我自己来了 如果她要能来 那感觉更好了 是吧 当时她跟一位先生牵手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2017年10月13日的节目中 袁先生为陈女士而来 刚才是3号在讲话 我可能是 我喜欢那个女士过来了吧 是不是弄错了呢 你认识的陈娟长头发短头发 长发 我是长发 大眼睛小眼睛 大眼睛 大眼睛 不已长了 两人在场上欢乐无限 都帅 都是我心闷中的男神 她说王文念老师 我吃醋了 长得帅我吃醋了 最喜欢小黑老师啊 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 她比王文念老师帅了 是的 她们对爱情认真且负责 为了爱情可以什么都放弃 不会让你后悔的啊 3号女嘉宾 最终 袁先生以自己的真诚和勇敢 打动了陈女士的心 3 2 1 我准备把陈女士带回家过年 也就是说 这袁先生 特别忙是吗 对 他工作特别忙 他做什么职业的 他是净化水公司的 你们俩聊天多吗 还可以吧 反正这四个月没见过面 就是通过电话 经常联系 没见过面呀 没有 从哪在8月27号 在这个舞台牵手之后 我们就没见过面 也就是说 您这恋爱完全都是 通过手机恋爱 对 见不了他肯定着急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办法 他在哪个城市啊 他在安徽淮北 你呢 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你去找他不行吗 嗯 就是觉得就是两个人挺投缘的 就是在电话里 也觉得就是特别近 心心都就好像在一起了 我都觉得啊 你看 这谈恋爱的人 好像都忍不住啊 是 要我 我就肯定 我要我肯定 我就杀过去了 王老师 假如你要特别爱一个女士 四个月 都没见过面 只靠手机 您会不会去找他呀 别说四个月 四天都等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 那先生也没去看你吗 没有 他到底爱不爱你呀 我感觉 爱 只不过就是工作太忙了 他跟你说过吗 说过 很爱你呀 对 想一想 那老视频的人 那肯定是放不下才老视频 你们俩听到视频吗 没有视频 我一次都没有过 视频都没有视频过 一次都没有过 没有过 一次都没有过 就打电话 天啊 对 那你还记得她 她的模样吗 轮廓能记住 我准备和珍珍女士 好好的度过下半生 开开心心 来玩玩玩玩的过日子 那也就是说 你对她的所有印象 都是在我们节目现场 对对对 当天节目录完了之后呢 录完之后 她回她的城市 我回我的城市 不你俩吃了一顿饭吗 对 就吃了一顿饭 那个没逛逛北京啊 我们这节目在北京录 没有 因为她工作特别忙 工作忙 那她不也得谈恋爱吗 就是基本上就是电话吧 你跟她每天都在交流什么呀 跟我们分享分享 她说的2018年 如果要是她的事业 如果对就是比较顺利的话 就是我们就已经结婚 相信她会接受我的求婚的 结婚要去哪啊 去她那个城市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 你还在工作吧 对 可以到那边也接着工作 结婚以后到哪来做 哪都行 随便她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一定是对这份爱情 非常坦然 他们才能这么说 将来我怎么样 将来就谈到了未来 是不是王老师 这个恰恰说明他们挺好的 恰恰说明他们认真了 按照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去看 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很久才会有这么扎实的感情 虽然不能每天见到面 但是他们是认真的 认真到了 我们大可不必非得以那种热恋的那种状态相处着 也可能像他们的这种状态 可能更容易长久 所以我一直期待 能够在我们的门当户队中 让你们再次相遇 筹备这期春节特别节目的时候 我们联系到严先生和陈女士 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见面的他们 都非常期待这次录制 但严先生因为工作原因 一直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来到现场 直到节目录制前一天 他才确定可以来录制 但是他说希望节目组对于她的到来 对陈女士保密 因为他为陈女士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三号房间 陈女士你好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对不起 因为工作时间比较忙 是的对不起 为什么你 我今天也是特别处处 实际我选是特别爱你的 你不要误解 也别想你那么多 我什么东西 计划还都在 计划得好好的 不会让你受罪 以后我可以让你降服的 老婆你嫁给我吧 老婆你嫁给我吧 不嫁我继续退 不嫁我继续退 好吗 好 嫁给你了 来来来来 不是 你这 你知道他要这样吗 不知道 你们俩每天都不视频呢 先生 少 那个视频很少 我大部分都嫌的 你嫌的多 宝贝啊 我想你了 这样也有 这样也有 其实我会觉得啊 这位先生非常的朴实 一开始我都不能理解 他们说四个月没见过面 我都在想 这事估计黄了吧 是这样想的吗 真是 咱俩想法一样 刚才我都感觉 这是有爱吗 这是一点冲动的 怎么都没有啊 你忙什么呢 先生 现在我又注射个电 电赏 电子赏 我有些门死 所以我现在 所有等于 写等于资料 还有好多一些计划 商量是我一个人 都去做 现在我 我也要付了 好几个人的工资 所以说我一个人 有压力 有压力 每天都在 十二来种时间 我才能睡觉 所以 一直在努力 争取呢 要为他创造 更好的生活 对吗 回来以后 过来好几个 其实很好 而且王老师 我们这位先生 这么匆忙的情况 我真的觉得 他想得特别周到 这么匆忙 不但给女士买了花 还给我们带来了礼物 小心 小心 谢谢 来先生 到这里来 对你是开心吗 开心 没想到吧 没想到 这回你们终于在这里 又一次见面了 而且 这就算求婚了吧 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做过 这么勇敢的事吗 我紧张你 紧张 特别是送花 最紧张 没送过花 没买过花 第一次吗 第一次 他们站到这里 我特别开心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每一位嘉宾 他们在生活中 都是特别朴实的人 可能正是因为 他们这种平凡中的小事 才更让我们 暖心和感动 没错 真是这样 我觉得咱们栏目好就好在 都是普普通通的 百姓人家的 普通的 又那么朴实 那么淳朴 就他们这份感情 刚才我看前面大屏幕 有一个嘉宾 说的一句话特别好 他说门当户队的舞台 激发了我们新的生命 真的是祝福你们 真的是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瞬间 其实幸福的是他们 享受的是大家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档节目 我们无外乎就是希望 多一点有情人 忠诚眷属 这真的就是我们最高的期待 也算是我们栏目组的荣誉 希望我们这个节目 能够成为中国最正能量的 红娘节目 是 也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 人心向善 是的 再次让我们一起祝愿 这日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过年好 过年好 谢谢 谢谢大家